明运在乎不上通路 连接来有网友问自己 有关于机场美照的问题 他表示 其实自己在机场的测拍照 都是花钱请摄影师拍的 拍一次一千多块钱吧 可能还有更贵的 但他们会修几张图 基本是规定的 随后他还决裂 曾有一次在摄影机场 花家钱的摄影师 被积极粉丝推解 拍得不是很好 照片也无法使用 让他忍不住哀叹 感觉浅白花了 随后明运还加把调料 过去还曾避不住脸 拿单眼镜机往他拍 然后自己消脱 曾经有一次 他就别带了四五套衣服 去机场办 拍完一套去厕所办 拍得可几近了 看到偶像自爆仇视 其拍照内幕 不少粉丝都为他 腻一把冷汗 你这么老实真的好吗 我觉得经纪人 很快就要把你想好给疯了 但他依旧不该耿直够心 称自己只是为了 满足粉丝的好奇心 看到网友称赞自己 你这么好看不用屁多 他随即回应 胖的时候要屁的 超确实的回答 逗乐大批网友 6月3日 快盘主日人 杜海涛与吴欣 一起现身北京机场 不过两人的穿搭 实在反恭维 杜海涛一身黑色打扮 戴着口罩和帽子 长下的粉色鞋非常强健 吴欣这身花脸一圈 好像睡衣一样 感觉吴欣最近衣品 下降很多 没有以前服装中 造型经验了 吴欣其实还戴着一件外套 不过今天北京有点热 他就没有穿 看海涛包裹这么严肆 真怕他中手 不过后来两人都分开走 两人穿着奇特 迎来很多路人围观 海涛在后面 却无限 无心实力衔接 不想和他说话 让海涛感情了